呼吸中的危险,了解二手烟的健康影响 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关乎我们健康的重要话题 二手烟,它并非只是别人吸烟时的一缕烟雾 更是隐藏着严重危害的健康杀手 在接下来的讨论中,让我们一起深入了解二手烟对我们的身体和生活所带来的影响 以下是五个例子 一,呼吸系统问题 当非吸烟者暴露在二手烟中时 他们可能会面临一系列呼吸系统问题 首先,二手烟中的有害化学物质和威力物质会进入非吸烟者的呼吸道 导致哮喘的发作或加重已有的哮喘症状 哮喘是一种慢性呼吸道疾病 暴露在二手烟中的非吸烟者可能会感受到呼吸困难、熊闷、咳嗽等症状 二手烟还可能导致气管炎和支气管炎 气管和支气管是呼吸系统的一部分 他们受到二手烟中有害物质的刺激后可能发生炎症 这种炎症会导致气管和支气管内膜的肿胀和狭窄 使得气道通畅性受到影响 呼吸变得困难甚至可能出现咳嗽、喉咙痛等症状 暴露在二手烟中可能导致非吸烟者出现哮喘 气管炎和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问题 对身体健康造成不良影响 因此,保持远离二手烟是维护呼吸系统健康的重要措施之一 二、心血管疾病 二手烟暴露与心血管疾病的关联是一个备受关注的健康问题 当非吸烟者暴露在二手烟中时 他们吸入的有害化学物质和微粒物质可能引发一系列心血管问题 首先,二手烟中的化学物质可以导致血管收缩 这些物质会引起血管内皮细胞的损伤和炎症反应 使血管变得僵硬并收缩导致血液流动受阻 血管收缩会增加血压 增加心脏负担 从而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二手烟暴露也与血液凝结有关 有研究表明 二手烟中的化学物质可以影响血液中血小板的功能和血液中血栓形成的过程 导致血液凝结能力增强 这增加了心脑血管疾病如心脏病和中风的发生风险 因为血栓形成可能会导致血管堵塞 进而造成心脏病发作或中风 二手烟暴露会导致血管收缩和血液凝结 从而增加心脏病和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因此减少或避免暴露在二手烟中对于维护心血管健康至关重要 三、癌症风险 二手烟中的化学物质被认为与癌症的发生密切相关 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肺癌、喉癌和口腔癌 这些化学物质包括一系列致癌物质 乳本、甲醛、阴氧化碳等 它们在燃烧烟草时释放出来 并且可以残留在烟雾中 首先 肺癌是与二手烟暴露密切相关的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非吸烟者长期暴露于二手烟中的情况下 吸入的有害化学物质可以沉积在肺部组织中 引发细胞异常增生 最终可能导致肺癌的发生 喉癌也是与二手烟暴露相关的癌症之一 二手烟中的有害物质被吸入到呼吸道中后 可能引发喉部组织的损伤和炎症 长期暴露可能增加喉癌的风险 口腔癌也与二手烟暴露有关 吸入二手烟中的有害物质可以影响口腔黏膜的健康 引发细胞异常增生 最终可能导致口腔癌的发生 二手烟中的化学物质与多种癌症的发生有关 包括肺癌、喉癌和口腔癌 减少暴露于二手烟中是降低癌症风险的重要措施之一 四、影响儿童健康 孕妇暴露在二手烟中可能会 对胎儿的健康造成严重影响 首先 二手烟中的有害化学物质 通过孕妇的呼吸道进入血液循环 随后穿过胎盘到达胎儿体内 这些化学物质可能影响胎儿的正常发育 增加出生缺陷的风险如低体重、早产等问题 对于婴儿和儿童来说 暴露在二手烟中可能导致一系列健康问题 首先 二手烟中的有害物质会刺激婴儿和儿童的呼吸系统 增加呼吸问题的发生率 包括咳嗽、气喘和呼吸困难等症状 其次 婴儿和儿童暴露在二手烟中也可能增加中耳感染的风险 这是因为二手烟中的化学物质可能导致上呼吸道感染 使得婴儿和儿童更容易受到中耳感染的影响 增加耳部疼痛和炎症的发生 最重要的是 二手烟暴露也与儿童哮喘的发生风险增加相关 吸入二手烟中的有害物质可能引发儿童呼吸道的炎症 导致哮喘发作或加重已有的哮喘症状 影响儿童的生活质量和健康状态 总的来说 孕妇暴露在二手烟中可能导致胎儿发育问题 而婴儿和儿童暴露在二手烟中则可能增加呼吸问题 中耳感染和儿童哮喘的风险 因此 保持儿童远离二手烟是非常重要的 以确保他们的健康和幸福 五影响室内空气质量 二手烟不仅对个人健康造成危害 还会严重影响室内空气质量 当有人吸烟时 释放的烟雾中含有数百种有害化学物质 这些物质会悬浮在空气中并残留在家居和公共场所中 这些有害物质会长时间存在 对各年龄段的人都构成威胁 首先 对于家庭成员来说 长期暴露在含有二手烟的环境中可能导致呼吸问题 公民反应以及其他健康问题 特别是对于年幼的儿童和老年人来说 他们的呼吸系统更为脆弱 更容易受到二手烟的影响增加患病的风险 对于家居环境来说 二手烟会被吸附在家居、窗帘、地毯等表面 形成持久的污染物 这不仅影响了家居环境的舒适度 还可能导致室内空气质量下降 增加家庭成员患上呼吸道疾病和其他健康问题的风险 公共场所如餐厅、办公室、交通工具等也常常成为二手烟暴露的场所 在这些场所中非吸烟者无法避免接触到二手烟 长期暴露可能导致类似的健康问题 甚至影响到工作效率和生活质量 因此保持室内空气清洁避免暴露在二手烟中 对于保护个人健康和提高生活质量至关重要 采取措施限制吸烟 并定期通风换气可以有效减少二手烟的影响 保护家庭成员和公共场所的健康 在这个信息充斥健康意识日益增强的时代 我们不能忽视二手烟所带来的严重危害 无论是对于吸烟者资深 还是周围的非吸烟者和社会大众 二手烟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健康杀手 我们应该共同努力 通过宣传教育 立法措施和个人行为改变 减少二手烟的暴露 保护每一个人的健康和生命 让我们共同行动起来 创造一个更清洁 更健康的生活环境 健康保健和食疗 健康是我们生活中最宝贵的财富 它涵盖了身体健康 心理健康和情感健康三个方面 为了维护健康 我们需要关注的 食疗不仅仅是身体上的不适 还要注重心理和情感的平衡 保健是我们保持健康的重要手段 良好的作息习惯 适当的锻炼科学的饮食 都是保健的关键 同时保持良好的心态 学会排解压力 也是保健的重要方法 食疗是古人留给我们的养生智慧 通过合力搭配食材 我们可以调理身体 提高免疫力预防疾病 让我们一起学会挑选健康的食物 美味与健康同行 让我们一起踏上这健康保健与食疗的路程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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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